少林寺的空文大师不自量力 向一代宗师张三丰发起了挑战 宋远桥及时站了出来 说出今日是张三丰的百岁寿蛋 不适宜和各位嘉宾动手 不如由他们武当七侠代师出战 领教一下少林派十二位高松的武学 可倘若是少林拜下阵来 就请空文大师带头 将这些假借拜授为名的客人 一同带下武当不准循序姿势 空文大师自认为胜算更高 痛快地答应了宋远桥 随后空文大师询问各派高手 可否信得过他少林派 由他少林派迎战武当七侠 剑各派高手没有反对 空文大师就当众人已经默认了这场比动 可很快他又察觉不妥 三侠于代言已然成为了废人 又如何与他们动手比试 宋远桥的心中早有打算 他找到了张翠山夫妇 要因素素代替于代言出战 因素素却担心自己武功低微 短时间内领悟不了真武七结阵的奥妙 反而会拖累宋远桥短人 其实我师兄弟六人 连锁对付七个少林僧人 以操必胜之算 五弟妹若能以三弟的传人上场 我想三弟必然心感安慰 宋远桥本想借此时机 化解因素素和于代言的恩怨 却不想弄巧成拙 小看了于代言心中的恨意 于代言在传授阵法之前 要因素素实话实说 当年那个用毒针打伤他的传夫 是不是因素素乔装打扮 事到如今因素素也不想狡辩 承认了是他所为 希望于代言以大局为重 将闹事的各门各派打发下午当后 他愿意任凭于代言处置 得知真相的于代言内心崩溃 控制不住情绪大哭了起来 大声述说着即便处置了因素素 也不能让自己恢复正常 这样做又有何用 张翠山见到痛苦万分的于代言 出言询问起了因素素 伤害你三师兄 罪亏获胜 就是你妻子 因素素 三弟三师兄 三弟三师兄 于代言向张翠山解释 他本来不想逃根问底 破坏两人之间的夫妻感情 可他在床上瘫痪了十年 或者不忍不轨的日子 实在是怨愤滔天难以抑止 因素素看着痛苦落泪的于代言 会就万分决定成全他们的兄弟之意 要张翠山一剑杀了自己 还于代言一个公道 张翠山接过长剑一剑刺出 却又在关键时刻停手 他既想给于代言一个交代 又下不了狠心杀了因素素 只好大叫着跑了出去 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处理办法 张三丰是万万没有想到 张翠山会突然闯进紫宵宫 猛地跪在他的身前 说着什么大错已经铸成 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张翠山提出作为徒弟的最后请求 表示他的爱子张无忌被奸人抓走 希望张三丰能够救出张无忌 并且将他抚养成人 张三丰看出事情有些不对 张翠山分明是在林中脱钩 询问张翠山为何如此 张翠山并未回答张三丰 而是站起身来掷地有声地说道 所有罪念 全因我张翠山而行 今日愿意一死 请各位放过一胸 话笑干戈 好 好 我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